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喜 myradio.hk myradio 八周年台庆 伦欢晚会 10月16日晚 黄大仙 赴隆皇宫 300元及1000元门票 现已有售 扣票查询请见 2467 3088 各位观众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请容许我们短暂的时间 向盧宠谬医生致我们最真诚 及深切的慰问 希望他老人家脚可以早日康复 他本人祖登极乐 祖德永生 来到学生市场 那我们怎麽会说盧宠谬呢 因爲今晚就发生了 陳文敏教授的任命风波 在我们身边 这位当然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主持人 我当然就是张逸 但是在中间这位呢 就是我们来自港大的朋友 你可否介绍一下自己呢 好 那我叫我Cam Wong 我就是在港大讀社工的 也有上庄 也有参与一些关心社会的合同 你听说你是不只上一支庄 好像上了两支庄 除了我在社工系的系会 也有上庄之外 其实我在外面有一个 叫社工学联的组织 这个社工学联 其实就是来自八间院校的学生 就是社工的学生 就会组成一个大的组织 那我们这个组织 其实都是去讲社工价值 和主要去关心社会的一些严格 那你关心社会 那我们今天请你上来 很明显想你讲一下 这个陳文敏的风波 刚刚上个星期就 你知道了,搞得很麻烦 不知道你们可能社工学联 或者你自己本人 对于整个风波有什么看法呢 那我觉得陳文敏事件 其实就反映到 就是现在原来 原来校委会的权力很大 就是原来非校内人士 是个比例是佔了 是有14个人的 那又变成了就是 香港大学里面的一些校正 其实完全是变成了 在黎斌府 或者甚至是中联盟里面 就决定了 我们自己的港大的命运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真的是十分之不公平 因为这样不单止牵涉到我们 因为原来自主的问题没有了 亦都干预到我们一些学术自由 嗯 但很厉害 我见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 算是出来踢爆 那你自己怎样看这件事呢 就是他这个行为上 我觉得冯敬恩出来说 其实他也是被逼的 即是无奈之中 因为现在很老实说 你在制度内制度外都已经无法去抗争 无法去做一些实际的行动 去改善的时候 那唯有就是将里面 开会讨历的过程去说出来 等到整个社会哗言 引起更加多的讨历的时候 那整件事就可以有个进程 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明白 那我们看Billy 那凤免欣的声明里面 他讲到会里面 那班得高望重的校委成员 提出了很多理由 去支持他们否决这个任命 那我们看一下其中一个理由 那些理由真是不得了 越看越正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我们刚刚开播讲的奴崇茂医生 奴崇茂医生其实真的很辛苦 我认为他已经整个月之前了 就伤了 即是很忌手的女人 奴崇茂医生说什么呢 奴崇茂医生说陈文敏教授 对他并没有sympathy 没有表示出红情深 也没有恥意慰问 令到他老人家很难过 觉得他道德有限 就不能升任副校长 我觉得陈文敏现在应该很后悔 为什么当初他受了伤之后 没有打给他跟他说 喂怎么样啊奴崇茂医生有好事啊 你夹伤了我 即是我觉得都很荒谬 因为就 即是 陈文敏教授 其实在奴崇茂医生商那晚 就不在会的附近 即是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奴崇茂医生 如果他有扶起他 可能这件事又不同了 就不同了 真的 你有没有看过 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呢 你觉得奴医生那样 奴医生那样 奴医生那样可能比较忌仇 即是比较小气 即是比较小气 即是昨天晚上也是 这个副校唯一的候选人 他理论上都要用回中国思维 那我现在去选拔 那你怎么都要拆下我鞋 即是又要拆下我鞋 即是其实奴医生可以如果 他在崇茂中华文化 这个不得了 我直接觉得奴医生 如果在医学界混不着 可以去少林寺出家 做方丈 我觉得他绝对升任 奴方丈 练一下奖 一奖打得好死 陈教授 又有另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说陈文敏当年做到法律学院院长 是全因爲他是一个nice guy 即是因为他个人本身特别得 我看完这句我都很伤心 因为我小弟今年方菱就十九岁 收了那些好人卡都不下十张 我都想我都应该就算做不到院长 都起码可以做到系主任 即是这些我觉得是咯 其实我觉得可以拿来另外一个说法来说 即是说他没有这个博士学位 是 因为可能那些人会觉得就是博士学位 一定跟他学历 或者他资历上面是掛勾的 是 那你又怎样看这件事 即是如果你有个副校长是没有这个 即是可能博士学位 那你会不会不尊重这个副校长 或者这个人呢 即是现在这个世界很现实的 即是学历就等于你一切 即是我左而言 其实学历不是等于你人生的一切 譬如可能你DSE里面 学历都差了 那你读不到一个学士的学位 那没理由我们就会歧视你 你只读到Hideep Assault那些课程 那同样道理就是 那别人没有读到博士的一个课程 那别人有一个试士课程 但是别人在人格方面 别人在人权上的成就的时候 那他仍然要一个博士的学位 去要求他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那其实是整件事很不合理的 我听说当年陈教授是有尝试过去 攻读博士学位的 你知不知相关的消息呢 好像看过一篇文章是说 他那时昨晚就觉得 可能读过博士学位去写一篇论文 或者花的时间很长 可能他就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 可能会比较学习 不想浪费他读博士 明白明白 即可能他是想贡献这个社会 所以就算了 就可能放下这些学业的一篇 然后就过来香港 帮忙做一些社会的运动等等 根据这个十几年前的访问 他说陈文敏教授在1888年的时候 曾经去过伦敦大学读博士 但读到两年之后 好死不死呢 他的这个论文导师 就被海牙国际法庭 承认了他做法官 即是很猛料 即是他的老师很猛料 就去了海牙做法官 那陈文敏如果要继续讨计的话 就变成了 重新计过 重新计过 拖到很长 第二件事就是 刚刚释逢回归前夕 那陈文敏教授就想着 不如与其在学术界那么狹窄 去专研某些东西 不如回到香港 为回归前后的法制问题 即是做一些实事 即是说主权问题 帮回香港 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即是当年在一个 年载的学位 即是已经给了很多万元 都不要 就是为了帮香港 去研究一些实在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理想 转过头被人攻击 但我又看回 其实他是一位榮譽的大律师 是啊 不是啊 范锤丽泰说 不知道什么是榮譽大律师 范锤丽泰说 我们应该要研究一下 是 是 是 我们要告诉范锤丽泰说 什么是榮譽之心上CHK 其实我又看回一些资料 就是说原来 在香港来说 陈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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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是不是你那些 二拉三拉HK 陈敏慧 我觉得很容易讀错 你快点回应一下 是不是你二拉陈敏慧 不是不是不是 回来 原来 其实这个 资深大律师 其实他是香港唯一一位的名誉资深大律师 他是要说 是对香港的教育界是有一定的贡献 才可以拿到一个咸头 而他是 全港来说是唯一一个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 他去做副教授 不是副校长 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 我只会觉得 就是 他虽然没有这个 就是你说 博士学位 但是其实 他真的做出来的东西 真的贡献到教育 明白明白明白 其实 他们整天批评 陈教授 就是学术成绩 就是差 但是我又看回这个网上 就是有个研究 就是有样东西 可能大家未必那么清楚 但是 有样东西叫H index 就是中文叫H指数 OK 就是一个评估研究人员的 学术产出数量 和学术产出水平的指数 而一个平均的 就是在法律学里面的一个正教授来说 一个普通的正教授H index 就大概是2.8左右 但是陈文敏教授的H index 在过去的 就是2010年至今是7 但是他平均的H index 是去到10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普通的正教授 如果你相信H index 是一个可靠的评估来源的话 他是一个普通的正教授 就是大概是2-3倍的学术成就 就是理论上是可以这样计的 如果我们拿H index来看 但是那些得高望重的委员 就不是这么看 就是什么 Google search的次数 就OK 我决定 就是我决定 Cent Wong 我决定了 我今晚回去 推他 不断帮你搜索我的名字 Cent Wong 不断帮你搜索Cent Wong 不断帮你搜索Cent Wong 我决定帮你推到 做港大社科院的院长 OK 帮你推到 可能是校长 是的 校长 Cent Wong 你会怎样多谢我呢 我Google search 你现在可以跟这个马飞校长 说 他说 就是说 可能 要多谢Google 未来可能是你做的 是的 稍后就取代马飞心 就是 你的功臣就是我 每晚帮你app 所以有支持 首先就要多谢Google Google就把我做校长的机会 好了 回来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说 现在是有一个政治任务 所以要清洗香港大陆 就是透过可能校委会 或者是副校长这件事 那其实 你们两个又怎样看呢 就是对于政治任务 这一件事 其实是不是真的存在 你们的感觉 就是可能你香港大学里面 你会感受 会多过其他校的学生 我觉得政治任务 我一吵 就已经是去粉丝政报告 那份发布会 就是在立法会里面说 就是公开批评学院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 就是很公开地 将整个政治的问题 加入了香港大学里面 还有就是近段时间 其实我也有留意 学校 就是平时学生会 有贴不同的大字报 在不同的学校的场上 但是最近看到 有些人说 就是一贴上去没多久 就会隔一个小时左右 就会被人拔下来 什么人被什么人拔下来 是保安拔下来 然后就有些新的poster 贴上去 那些poster就是 是抗语入件 好像是SIDAS的poster 就是大字报很快 会被人拔下来 什么是SIDAS呢 SIDAS就是类似 学生资源发展中心会 OK 但是之前我也是听过 好像是当初 选学生会的时候 好像都已经说 有些滲透 或者红底的人 是想选这个学生会 红底很棒 红底 是香港的 是吧 你怎样看这个充满热情的红底 充满热情的红底 那时候他们选学生会 另一支内阁 一直都被人批评 说他们有不同的红色背景 聪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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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y 那时候他们过了一些中央的咨询 这个时候 我记得有一句 不知道他们有一个成员 就大话 你知道我是哪个的 哇 都挺厉害的 很厉害的 就拋走 因为整支装一起走 聪明斗 有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哪个呢 就是no one fucking cares 但是Billy Fung现在这样搞一搞 即是将一个原本是confidential的东西 这样公开了 这样就全香港都知道Billy Fung是哪个 即是奉景恩会长 那你怎样看他这个 可以说是半自杀式的行为呢 你怎样看这个事情 我认为其实他跟这个斯洛登挺相似的 一爆爆完之后就 真的是自杀式的 真的自杀式的 其实现在说 港大那边校委会那边都说 已经在追究 好像说要遗陷他这个 不尊重 不重视这个 那anyway 其实你怎样看呢 这个行为是英勇 刚刚都说过 在无办法之中 就要这样做 整件事就好像已经结束了 没有可以再进一步的行动 施压向校服 即是你觉得是一种 引起一些声音出来 因为要改革校委会 甚至可能要修改大学条 一定要透过这个施民的行动 去引起社会 关注 其实原来校委会 甚至香港大学的校正 已经可以被滲透到这样的程度 但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可以再施一些压力 给校委会 可能进行你刚刚说的改革 改例 你自己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最重要是人数多 只要整间香港大学的学生 团结起来 可能会发起罢课 甚至好像刚刚看资料 都说好像有些教职员 是想发起罢教 其实只要上下齐心 其实压力是可以很大的 已经去到 很坦白说 我觉得最后都是吹水多的 即是所谓罢教的行为 现在大半个星期都过去了 指纹其音 就好像没什么实际行动 但反过来真的要多谢冯会长 其实这个星期搞得这么沸沸沸沸 都是多得冯会长当初事物 如果他不说出来 其实大家都未必会知道 可能港大现在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 即是一个死事的行为 但问题就是反过来 我都替他本人很遗憾 就是我不是李国章那样遗憾他 也不是梁志雄那样遗憾他 我是替他本人真的很遗憾 因为现在说商业社会 或者很多的机构 其实都很注重这个 就是会议保密制 即是为什么当年唐英年 在选拟论坛里说 梁振英 不是梁先生 即是一肯定 就会出这个 坦克 不是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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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乱说 威灭我梁先生的威严公正 又武灭我们共产党的公正 我不专敬他 我不专敬他 就是第一次 越打靶 就是说 当初唐英年出来说 出防部队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震惊呢 就是因为其实在香港 或者在现代社会 很多会议的保密制 大家都是认为了 还有一个 就是最高的理念 那变成了 唐英年这么得高望重 就是得高望重 都搞到这么大波 其实我觉得冯景欣 在来的路 真的会很难走 其实都是一个 对他自己本人的诚信和名誉 其实都是很大的 其实我觉得他真的 拿了自己的前途来到 真的很大风险 就是 我会替他本人感到很可惜 是的 而且未必争取到一些东西 这个我都想说 就是说 现在虽然他说了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 但是实际会去行动 或者去捍运这件事 其实真的很少人 你有没有玩这个 慧民奴草帽 没有 你还没玩 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玩 慧民奴草帽 但是没有意思 我们可能在旁边是抽水 但是其实整件事 其实未必有实际帮助 纯粹是抽水 等于 其实慧民奴草帽 跟喊梁振英可恥一样 你七百万人一起喊梁振英可恥 他都自己知自己可恥 但是他不会落台 就是不会改变到任何东西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是有时候 可能在行为上 可能真的要 所谓的以暴亦暴 这个未必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但可能 现今来说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做法 那Camlone 你这个星期 有没有再收到 你身边的同学有什么反应 身边的同学有什么反应 大家一听到 就是震惊 然后就会很愤怒 为何一个这么大的校园 会竟然 任命副校长否决了这个决定 竟然公开出来说 我们是保密的 不交代任何东西 所以其实整个决策过程 是很厉害的 给我们的感觉 所以就是 大家都是很震惊 甚至很愤怒 是 会不会觉得可能 还有些理由就是 很昂贵呢 叫做 是 因为凤几英港元 那些校委会 真的 入到校委会 即是叫德高望重的人 德高望重的人 德高望重的人 在社会上 又回到这么上下地位 但竟然用这么低劣的 言语攻击 或者如何攻击 这样的候选人 不 其实现在是玩无耻 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说的 不笨声 所以为什么要保密 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说的 不笨声 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说的不笨声 其实他们要勾作一些理由出来 寫在书面 让他们好像否决你 是有理由 但实际上那些理由 只要稍受教育 或者逻辑稍微清晰一点 你都知道要勾作 是不是 就是又说回这个 说没有博士学位 就是刚刚我又查到这个资料 就是 这个真的很想说粗口 虽然都一直在说的 OK 就是 哪些人没有博士学位呢 现在香港 城市大学副校长李维光 浸会大学副校长李少泉 科大副校长何志信 教育学院副校长黄敏儀 香港大学现任副校长苏昌德 全任部都没有博士学位 不行他们没得做副校长 我觉得应该全部清晰霸面 应该就是 今晚我google push完之后 就由Can1接任 对 接任也是 八大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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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可能 有时对博士的名下 其实可能看得太重 其实有 会代表你可能很高 但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博士学位的人 会比你差 是啊 我们伟大的梁市长都没有博士学位 但我知道有个人有博士学位 郭佩帆博士 我们民建联伟大的身星 香港人的希望 郭佩帆女士 博士 很厉害 下来特首有去发 你真的有 怎知特首 你做了什么 市长 不是特首 郭市长 下届就是他做的 现在有博士赢了 再加上民建联的机器 帮他在这一年 不是 是上google 郭佩帆博士 我现在要搜索一下 郭佩帆博士下年 就会拿着七千万个 点击栏 点击栏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收听学生主场 可能前些学生主场 有几十万个点击栏 可以帮我拿到个区议员来做 我还看到一个 他们的言论上 他太高调说自己是一个候选人 候选人 听过不是他说的 CAN WONG 好像是信报说 信报还是文汇报 还是 都是 都是报纸 总之是报纸先爆 好像是信报还是文汇报 是先爆 然后为什么要爆 就是因为要批斗陈文汶 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是陈文汶 有问题 他不跟信报说 怎会知道那些报纸 即是你觉得是他赢物的 一定是他赢物的 即是他赢物 即是他赢物给对家打自己 是的 我觉得他很有这个问题 应该是一个诚信 应该是 即是很有趣 他应该爆约 真的 我觉得真的陈文汶这个 拖他打靶 打靶 又要打靶 不能做部校长分 就指着他打靶 即是很过分 即是这样煽咎我们党部 即是又假扮无辜 假扮被人政治迫害 是的 现在终于校会会 终于有人出来说一句人话 公道说话 那就是了 真是很过分 陈文汶就是 不是 即是说笑就说到这里 但其实陈文汶就是被人禁止 即是被方丈禁止 其实今天不是第一日 我们看回历史上 之前已经是 2009年的2月27日 陈文汶本来就计算了去澳门大学演讲 但就被澳门特别的行政区 不让他入境 不让他入境 保安人员以内部保安干扰法为由 不让陈文汶入境 那时2009年的时候 他就说估计 可能跟他本人曾经加入45条关注组 以及反对23条立法有关 由于当时澳门就已经 基本法23条立法 拒绝他入境 即是即时生效 所以你看到 其实对于陈文汶的打压 其实在很久之前已经开始做了 就不是今天事 那就是什么事 那就是 对 Anyway 其实我真的觉得 现在港大这件事都搞到这么大 其实校委会 其实真的应该给一个交代公众 始终 所谓的保密 其实现在都被冯会长都说了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不应该再这么收买 或者怎么样 你其实应该是校委会他们去订一个机制 就是去维护他们的 即是叫做港大这个名语 即始终这件事 你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些政治任务 即是 不知真还是假 但是他起码 可能梁志雄 都要出来说一声 究竟是 整件事是什么原因 是的 那Camp Wall我都知道你们 即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 是的 那个系会 即是昨天出了一个声明 那你这里有没有几句 可能想呼吁一下 那我们的学会其实也是想增加校委会的透明度 希望我们在决策的时候 是会通知我们港大的学生 另外也希望提升校委会的组成 就是多一些校内的人士 因为始终我们的学校也是希望自己与他自决 嗯 所以就是希望他们有个改变 还有增加透明 就是多一些人知道 是的 那这一节就很认真的 就是多一些人知道都不笑 除了我说好笑话 OK 那我们下一节回来 就说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了 就是讨论一下 就是讨论一下 这个学联和社工学联的分别 就是就是 当然要 有社工学联的外务会长在那里 就是听说他们经常被人当作是学联 有没有人跟你说纳纳纱 有没有人叫你们退联 好 那我们下一节回来 还有讲一下港大和中大的分别 好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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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